梅子食法多 無論是直接食、浸醋、釀酒、入棧都可以 這麼多食法之中 最普遍的就是糧果 好像話梅、情人梅、陳皮梅、甘草梅、雪梅等等 難怪有糧果之王的稱號 款式這麼多,究竟有什麼分別? 先說話梅 話梅是最基本的梅子糧果 用黃梅醃製,反覆加糖調味 吃到酸甜帶鹹 至於雙絲梅就要曬過之後糖漬 有水份不鹹,甜而不離 鬆藥食陳皮梅就很多人都試過 她先將梅浸泡,去除鹽分 再加陳皮醬、山薑等,入乾糖漬 等一個星期之後加砂糖煎煮 再加甘草和肉桂,再烘乾它 最後就形成陳皮梅 甘草梅就是將黃梅放入大江浸泡大概一個月 曬乾後糖漬,再反覆曬乾而成 有去火消腫的功效 雪梅呢,是用青梅反覆曬乾後 加白糖和鹽去做 甜甜酸酸的梅肉,表面有層薄薄的糖霜 新瓶又開胃 最後就是情人梅,它是新鮮梅子 用糖、鹽、調味再醃漬 味道酸酸甜甜,很適合泡茶 大家